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台湾地区选举的声明发表谈话 发言人表示美国国务院就中国台湾地区选举发表声明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严重违背美方所作仅与台湾地区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的政治承诺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等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方式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方式